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日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 它的底层架构参考了相听理论 而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玩家的记忆转化成数据后 连接拟针的物理引擎 模拟真实世界的物理法则 使玩家脑内在线真实的个人记忆 不是通过是网络所看见的 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白日梦 确实要实现这款游戏 还需要一定技术上的通过 火星移民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可现在有一家公司 在做移民火星的生意吗 火星移民不是一门好生意 是因为你们的技术达不到 白日梦模式属于未来 对游戏技术没有追求的公司 太不懂它的前瞻性了 是它 怎么跟我梦里 它就是灵险 好像我梦里的人 刚才那位是谁 凡哥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 你都错过我刚刚在台上经验表现了 我知道你一定没问题的 恭喜陆远成功 谢谢 成不成功我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 有人认可我就很开心 是刚才走的那位吗 你很像我一个老朋友 这么老头 是吗 能跟您成为朋友 他一定很优秀 是 他是很优秀 那他现在在哪儿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林总 实在是不好意思 没事 姐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快 撒了一点咖啡二姨 为什么要洗澡啊 而且 他为什么对我家那么熟悉 尴尬了 尴尬了 第一天面试 老板到家里洗澡 就穿出去 在这儿 这是我弟的衣服 干净的 您的衣服 我到时候送去干洗 再还给您 好 奇怪 怎么打不开啊 我去找一下人士 没事 等等 这个办公室有人吗 我在这儿就行了 那是林总秘书的办公室 早上刚从你这个屋搬出来 现在肯定很死 不会吧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刑总 您好 我是林总的秘书 欢迎您来到显尤 您叫我清婉就行 公司得讲规矩 还是得叫您秦总 当然 希望你可以不辜负林总 带领公司走得更远 您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的 请不吝点赞 您好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您好